说起26年前的电视剧《小龙人》,我相信一定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,很多70后,80后甚至90后,都看过这部国产神剧,想起来就是满满的回忆感,哪怕没看过的00后,小朋友都会唱那首《我头上有鸡脚》,我身上有尾巴,我有许多的秘密,就不告诉你,就不告诉你。 《小龙人》更是成为几代人心中无反逾越的经典,故事讲的是生活在北京四合院的鸡鸡、贝贝、宝宝三个孩子,无意中吵醒了故宫里沉睡的《小龙人》,把他带回家并一起帮他找妈妈的神奇旅程。 这部剧已经在荧幕上消失许久,如今26年已经过去,剧中的小主人公们早已经长大成人,那么,他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? 《小龙人》陈嘉南饰演《小龙人》是故事的主人公,他一身龙铃龙尾和小鸡脚,但小朋友们看来神奇的不得了。 当年主演过这部剧后,陈嘉南就火遍了大江南北,据说每天收到的信件都要用麻袋装回家。 后来因为名气太大,走到哪里都被围得水泄不通,不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正常地学习、生活。 后来陈嘉南又演过一些影视剧,但都没什么知名度。 如今再出现的陈嘉南已经和小时候判若两人,因为小时候喜欢学习功夫。 现在的他不仅是洪金宝洪加班的一名教官,也是洪金宝影视培训基地的副校长。 宝宝江以珍饰演剧中的宝宝是最大的孩子,他已经上了小学,老实听话。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是大人们眼中的好孩子,出生于1982年的他,在《小龙人》之后就没有其他影视作品,在几个孩子中他是最默默无闻的。 他一直像普通孩子一样循着学业这条路,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在北京生活。 直到2013年赴澳大利亚留学,鸡鸡柳田饰演剧中的鸡鸡是个沾人的小姑娘,整天想着找妈妈,其可爱的模样俘获了不少人的心。 柳田在扮演鸡鸡之后一炮而红,在街上经常有人激动地喊出那就是鸡鸡,还有人找他签名。 他后来也拍摄过其他一些影视作品,还做过广告代言,看过疯狂的兔子的小伙伴一定能在里面找到他的身影。 但在六年级的时候,柳田决定退出娱乐圈,剧拍广告,生活中的柳田很低调,甚至很多初高中同学都不知道他就是鸡鸡,专注于学业的他成绩优异。 后来还好上了中国人大,毕业后在解放日报北京办事处工作,贝贝晨晨饰演贝贝就是剧中的小胖子,他调皮,逞强,但心地善良。 他的父母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员工,从小成长在艺术家庭的他极有天分,导演也是看上了他的艺术天分,决定由他出演剧中贝贝的角色。 后来的晨晨还演过一些影视剧,算是几个小朋友里面出镜比较高的,但是一直没什么名气,渐渐的他也退出了娱乐圈,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。 不过在今年刚上线的电视剧《城中堂》中他还出演了一个军官,唐朝书生于先饰演小龙人是讲几个孩子帮小龙人一起找妈妈的故事,剧中因为穿越还有不同时代的配角登场。 比如这个小配角唐朝书生,他在里面就是坐在路边一边喝茶一边聊天,然后几个小朋友冒出来问路的时候,被他们的现代着装吓到,是活脱脱一个路人甲。 不过有眼尖的网友发现,这个路人甲不就是现在的相声一割鱼鲜吗?那时候的鱼鲜还是一名白面书生,脸上一点折子都没有,谁也没想到,几个主演一个个销声匿迹,当年打酱油的小配角倒是红得一塌糊涂。 感谢观看